秦孝公大婚当晚,老太后走到了人生终点 他强撑着一口气,要给女儿交代两条生死攸关的遗言 这第一,是你大哥赢钱祭死仇,我放心不下你二哥 所以呢,娘作为营事女组长得有所准备 这是秘令,你到,你要脱脚,二哥 第二,还是你大哥赢钱祭死仇,我放心不下你和你的丈夫未央 所以 老太后艰难交代完,就撒手而去 等到迎去梁匆匆忙赶来时,老太后的泪痕滑落 但她终究没能跟苦命的儿子说一声再见 你怎么一个人就走了啊 迎去梁克制着悲伤,为太后合上了那双寒恨的泪眼 轻声告慰母亲,可以放心地走了 但再强大的人,在母亲面前终归是一个孩子 失去母亲,就失去了那与生俱来无可替代的庇护 身为国君,迎去梁不敢过度悲伤 因为留给她的时间也不多了 与太后一样,她也开始担心自己的身后知识 担心商鞅的命运,担心秦国的复辟问题 思来想去啊,她向商鞅说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 这个营寺,我始终有些不放心 我经过反复考虑,还是由你来做这个秦国国君吧 秦孝公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心,是有事实根据的 二十年的深彻变法,无情地淹没了一批本来拥戴变法的士族大臣 少年太子迎四,太子左父兼上将军迎前 太子右父公孙谷,通通被逐出了庙堂 放眼秦国朝局,当年的太子力量竟然成了秦国变法的最大受害者 眼下太子迎四重回庙堂 虽然包括商鞅在内的变法大臣都对这位储君表示出了强烈的认可 但这就保险了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放在任何斗争场景中,都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无论太子迎前,公孙谷等对变法的态度与老士族们有多大区别 老士族们都会打着太子的旗号与太子力量合流 进而对变法极其轴心的人物产生一种仇恨 所以啊,秦孝公拱手让位给商鞅也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从血亲和宗族势力上来说 你是嬴氏女婿,老秦人的规矩 女婿一样是嫡妻的公祖 从商鞅个人的角度,那更是没得说 孝公的理由是真实的 举国相托的态度也是诚恳的 但商鞅却拒绝接受 孝公认为商鞅严重了 他之所以让商鞅做国军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太子迎次与商鞅有恩怨 再加上赢钱一直记恨商鞅 一旦孝公自己撒手而去 各方势力将会联手复辟 到那时啊,包括商鞅在内的变法大臣将难逃被屠杀的命运 秦孝公不明白,自己要传位给商鞅是为了保护商鞅 保护心法,保护秦国 可为何在商鞅这里,秦孝公的这一决定 恰恰会害了商鞅,害了心法,害了秦孝 秦孝公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权力天才 但此刻他更对商鞅冷峻的思考感到由衷的钦佩 感到无比的伤悲 二十多年前,初登大位的秦孝公 驾驶着秦国这一夜行江沉默的小舟 在战国的惊涛骇浪中开启了谁也无法预知的航程 二十年间,他已经成为了经验最丰富的老船长 他总是能将一场场千古大便 不动声色的从狂澜中引导出来 总是能让即将颠倒乾坤的流血事件 悄悄的消失于无形 他又总是能巧妙的搬开商鞅变法的所有阻力 有步骤的将权力集中在商鞅手里 可神龟虽兽,犹有尽食 老船长一旦撒手而去 秦国这艘船还能否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秦孝公吃不准了 但商鞅坚定的告诉他 未扬二十年,亲行变法 深信心法根基已经深知朝野 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喊 不管是老师族,是赢钱 是老太师甘龙,是太子父公孙公 退一万步讲 再加上太子都不可能撼动秦法 按商鞅的判断呀 作为秦国未来的接班人 太子迎四无法撼动秦法 是因为迎四对秦法有极高的悟性和认同 而在秦孝公并重 太子监国这种权力交替的敏感时刻 闻风的山东六国特使 也开始屁颠屁颠的来使坏了 回宫不久的太子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就被商鞅赶鸭子上架 商君,我现在会见六国特使 未免有点早吧 不早 针对这次会见呀 商鞅心里很清楚 山东六国特使来者不善 名为探病,实为探国 原因在于 自春秋以来 国强两代屈指可数 国强三代温所未闻 如今秦国变法20年 山东六国眼看在战场上打不过秦国 就开始寄希望于堡垒从秦国内部被攻破 说白了,你爹这第一代,山东六国已经干不过了 就看能不能在你迎四这第二代打趴秦国 所以呢,山东六国这次来 根本不是来探查你爹 而是来探查探查你 商君的意思是说 他们要来看看迎四 更想看 太子能否坚持心法 迎四由衷钦佩商君的深彻洞察与犀利言辞 自己觉得不好说清的东西 商君总能三言两语刀劈斧舵般料理开来 如此才华智慧确实旷古罕见 当然,想看太子能否坚持心法的 不只是山东六国还有商鞅 所以啊,会见山东六国特使 迎四的表现也将是他面临的一场重大考验 而迎四也出人意料 结结实实地亮瞎了商鞅的眼 这是秦国太子迎四为六国特使特地准备的一道菜 众人在拱手歇礼后便开始开顶 但在看到食物后呢 又开始相互张望,不明所以 这是秦人的炖牛骨 诸位品尝 上大幅景间话音刚落 迎四就打开面前的顶 然后又意有所指 迎四一开场啊 就跟六国特使强调了秦人的底色 吃的是秦川牛 品的却是老秦人 硬的不仅是秦川牛 更是老秦人的蒸蒸铁骨 六国特使如此尴尬地打哈哈 是因为他们从迎四的开场白中接收到了一种警告 那就是六国特使不管是猛火还是温火 他迎四一身铁骨都会让胆敢发难之人崩掉大牙 虽然感到了一种威胁 但六国特使并不打算妥协 特别是魏国特使 敢问太子 今年列国传言 秦国士族元老 试图恢复组织 不知此说 可有根基 矛盾很尖锐 但迎四的外交辞令也很老道 他表示秦国变法多年 从来不缺乏反对者 但是心法根基已经牢牢扎根在秦国朝野 谁也无法撼动 此话一出啊 景坚默默点头 商鞅隐隐流露出喜色 但魏国特使的进攻还在继续 说俺们大卫王希望能和秦国兵士前嫌 但你们秦国不要脸 河西之战后 果先俺们十多万人口 现在俺们大卫王发话了 你们得把这些人口还给俺们 韩国也有数万民众叛逃秦国 肯忘遣返 赵国也有近十万人兵 被秦裹挟出逃 当尽快遣返 三进一副趁火打劫的样子 直接让影子破防了 卧槽 你们真的很划紧 什么叫裹挟 我们是出兵挟持 还是四面游说 什么又叫兵士前嫌 我们收回了自己的师弟 你们就要求我们遣返移民 这样荒唐的道理 简直让人拍案惊奇啊 这六国特使被怼得颜面扫地 但接下来啊 才是赢四真正的暴击 本太子正告诸公 天下民众从善而留 三进入秦人兵 已经超过百万 这是秦国心法吸引而来 绝非裹挟劫持而来 遣返是不可能遣返的 这辈子不可能遣返 若贵国不服 要因此而反目 只怕是秦国 将会增加更多的城池 土地和人兵 秦国何乐而不为啊 这番回击啊 是软硬不吃 何情何理 六国特使从无言以对 到垂头丧气 只能灰头土脸 再次领教秦川将牛的硬气 上大幅警监和商鞅交换意见 对太子的回应很是满意 但能搞外交的 那都是见过大场面的 眼见三进使臣完败 楚国使臣将以 就开始往太子心窝子上捅 挑拨太子和商鞅的关系 此话一出啊 商鞅脸色大变 他没想到这些外交官 竟敢当面挑唆他和太子 心里不免一阵发紧 而刚落入下风的三进特使 更是像找到了突破口 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 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赢四会如何应对呢 这个咱们下期再聊 关注我看最精彩的 大秦帝国解说